今天教大家一个全天不用补妆的方法 现在我已经打好底了 如果是说平时需要打个底出门的姐妹们 一定要学这招 首先我们接下来该涂防晒了 对不对 365天每天都要涂防晒 近一两年我用的都是完美他们家的防晒霜 基本上会挤到手上一点 重点来了 不想脱妆的姐妹 特别是那种油性毁油性皮肤 一定要用定妆喷雾来上面喷一点 喷上这么一点之后 你再给它揉开 然后往脸上搓 一定要在同一个方向去揉 姐妹们 千万不要来回揉 来回揉的话 来回揉的话容易搓泥 然后我们就该打底了 花西子他们家唯一一个 干皮油皮和油皮 全部都可以用 唯一一个不分肤质 全部都可以用的气垫 大家都知道花西子好用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篇视频下方评论里面 我们送20个气垫吧 20个气垫 只要是说曾经用过花西子气垫了 或者是听说过花西子气垫的姐妹们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评论到下方 我们会抽20个人直接送好用的气垫 就是我们用气垫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 就是用这个尖的位置 你看我只用了这个尖吗 用这个尖的位置 去站一下就行了 去站一下 用尖站 站 你看你看 然后也是钉状喷雾直接喷上 喷上去之后呢 用气垫一定是按压 不能去 然后就这样拍上去 一定要是拍 一定要是拍 不能是搓 拍拍拍拍拍拍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家的妆面真的特别服贴 然后就是不脱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站着一下能拍半张脸 然后老方法再站再喷 现在是打完底了 打完底之后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现在冬天的时候用干粉跟粉饼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有点干 所以我只选择用定妆喷雾 只选择用定妆喷雾 完事之后哈 姐妹们 我就直接画眉毛了 我的眉毛纹过之后哈 我都是顺着这个形 稍微画一下 眉毛画好了哈 眉毛画完之后会大一点鼻侧影 我几乎没怎么买过 我都是用眉笔 鼻侧影一定要打直 用眉笔就可以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用了定妆喷雾之后皮肤是亮的 它不用再用高光啊 我个人感觉是真的很方便 接下来的情况下哈 我会打点眼影 一个打底色 一个加扇色 就这么简单 花西子在底妆这一块 做的真的非常好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 特别好用的唇纱 推荐给大家 叫木兰纱 给大家试一下这颜色 太适合秋冬了吧 是因为 자기方很矿 都有点试 要有点试